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2月17日, 我今天想由四方面,看一看政府的公信力。 首先,看一看特首林鄭月娥有沒有公信力。 在她競選的時間,她曾經說過, 如果大部分香港人不喜歡她做特首,她會辭職。 她有沒有辭職呢?她是沒有的。 現在她的民望已經跌至貼地, 但是她是不會辭職的。 或者你會說是否辭職,就不到她做事。 好了,我們又看看另一件事。 你會看到林鄭月娥戴了口罩, 她的表情是告訴你,她是很不情願地戴口罩的。 原因是,去年她想立一個蒙面法。 現在這個蒙面法還在上訴,政府上次輸了。 她現在在疫情最嚴峻的時間,沒有辦法。 所以才戴一個口罩。 好了,在沒多久之後,她知道口罩這件事, 原來是不太容易賣得到的。 而且是一個很緊缺的物品。 所以她就立令所有官員不准戴口罩。 戴了也要脫掉。 你說這些招令直改, 言行就是言無信, 行也沒有一個好的果。 政府的公信力又在哪裡呢? 它是否可以有代表性、權威性呢? 就是沒有。 我們再看看旁邊,澳門是怎樣做的。 澳門的行政長官何一成, 早就已經說會不惜代價把口罩運到澳門。 而且還說葡萄牙的口罩是被她賣光的。 還有她說過, 這個時間如果向國家要求供應口罩, 就不是一件好事。 但反過來,林鄭月娥又做了什麼呢? 第一,她就是買不到口罩。 第二,她就是向國家要求供應口罩。 這件事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們香港就是一個國際城市, 為什麼我們不向國際去尋求買口罩呢? 第二,我們的GDP是全國最高的。 還有,你向國家要求供應口罩, 她們的災情比你嚴重很多。 應該來說就是你供應口罩給別人做一些震災更好。 我真的當她是醜的,她這樣去要求國家。 那我們再看看, 誠信她應該是做不到的了。 那服務上面又做得好不好呢? 理論上,政府應該向公眾提供充足和優質的公眾服務。 尤其是在危機的時間,在災情嚴重的時間, 政府其實應該要處理一些突發事件, 以及應該要保障到我們生命的安全。 這件事,你覺得林鄭能否做到呢? 突發事件,她是選了一些屋邨, 譬如是粉嶺的公屋, 徽名村來做隔離的。 誰知道公眾是反對的。 她跟著又選了美夫, 美夫左近的地方來做。 有一個酒店來做防疫隔離, 亦遭到反對的。 但是她雖然說過, 不會再用屋邨來做隔離。 誰知道不夠一個星期, 又選了火炭進陽村來做防疫。 她這樣改來改去, 你認為她是否可以保障我們的安全呢? 又似乎是不行的了。 好了,我們再看看第三件事, 政府在執行他們的行政工作上, 會不會有沒有濫權呢? 我們嘗試看看這幅圖, 前面那兩位是警務人員, 他們穿了非常密實高級的防護裝備, 似乎都是防水和包得好密。 後面站著幾個, 都是一些政府人員和醫護人員, 他們的裝備似乎包不得緊, 加起來是非常薄, 也不防水。 在這件事上, 你會看到醫護是否不夠裝備呢? 比起警察, 警察, 其實警察是一個權力的機構, 是負責執法, 但他們並不會接觸到病人。 我們再看看在物資上, 警察拿到的物資是否合乎比例呢? 這個物流署在疫情初期, 就是分化給各個部門一些用品, 或者是防護裝備。 在這個圖上, 你會看到警務署是拿了13730個M95的口罩, 而衛生署只拿到256個M95, 全新的防護衣, 警務署是拿了43000M95, 而衛生署只拿到2482件。 漂白水, 警務署是拿了3628公升, 而衛生署只拿不到10分之一。 警方有沒有擁權? 只在物料供應這裡,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一個政府縱容某些部門去擁權, 或者是會輕視其他部門, 你認為這個政府是否有公信力呢? 好了, 第四點我們再看, 就是政府的公信力是要顯示到 政府是有一個民主的科學管理的。 那政府是不是民主呢? 本來, 本來, 區議會選舉就是一個民主的一個體驗來的。 如果它是落選的話, 它就代表著它不符合民意。 現在政府警驗將這些落選的區議員 委任了他們做一些公職。 在剛剛前幾天, 政府委任了8名新委員加入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 其中兩人,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 是落選的區議員。 政府用這種方法, 完全是違背民意, 去委任他們支持政府的人, 是否可以顯示自己的公信力呢? 現在政府在四個方面。 第一, 誠信方面。 第二, 服務的程度。 第三, 就是有無濫權。 第四, 就是民主化。 尊重民意方面, 她也是做得非常之差的。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林鄭月娥, 如果中央是明白到, 她是令到政府沒有公信力的話, 應該盡快換走她。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你收聽收睇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會。 請收睇我的頻道。